郡主 我家住的真不在家 郡主 我家住的真不在家 郡主 你给我出来 郡主 你下去吧 是 为什么好几天都不理我 还凭我说你不在 我今日有事 什么意思啊 要赶赶走 我有许多公务要忙 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功夫 我知道 你这个人喜欢口是心非 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你可以跟我讲讲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解决呢 就算解决不了 至少也可以帮你解解闷呢 郡主整日这般虚度光阴 当真没有自己的事情可做吗 其实我是想来问问你 我听说明天是你们天圣的奇巧节 到时候会有很盛大的花灯花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啊 明天我有事 郡主若是没其他的事情 可以离开了 站住 你吃错药了 好几天不理我 还故意躲着不见我 如今我自己找上门了 你又说一些冷冰冰的话刺我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不想再在这些 无趣的事情上 虚度光阴 无趣 你是说跟我在一起很无趣是吗 我明白了 你现在是觉得 对我厌烦了 腻了 是这个意思吗 说得很清楚了 显哥送客 郡主 不必 我不需要别人赶我走 我自己会走 主子怎么突然对郡主这样 郡主很伤心的 主子这样 我 我都瞧不起你 你 死渣奶 就算在我们现代 分手也要有个原因吧 什么叫厌烦了腻了 简直莫名其妙 小徒稽查毫无气了 一会儿温柔可亲 一会儿冷若冰霜 你以为你学的是四川便脸吗 哼 这样的男人送给我 我都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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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回来了 怎么 连你都有小心思 开始瞒着我了 我 小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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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不好意思罢了 这什么呀 明日不是起巧节了吗 若是男女同行 便是默许彼此的心意 更有传说 若是与心仪之人 将红带挂上连礼数 就能一生相伴 所以这个红带 是你特意为贤哥准备的 这上面绣的是什么呀 那个明日起巧的人太多了 为了与旁人的区分开来 我就在红带上修了连礼枝 想和他一起挂上 这贤哥还真是有福气啊 让我们家彩莲这么用心对他 贤哥要是去的话 他们家主子也会去了 全天圣的才子佳人都会去的 景世子是天圣最大的才子 当然会去财登迷了 小姐 这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 合我什么心意啊 我才不想去呢 月儿 三殿下 三殿下 怎么这么晚过来了 明日是起巧节 我想要你一同前往 我对这个节不是很感兴趣 而且也不喜欢凑热闹 热闹是其次 只是起巧节放星园灯 场面甚是好看 从前我们总是一起 青年我难得回来 想带你孤狄重游 星园灯 没错 明日我们先去祭红绳 然后去月亮河 放星园灯 好吗 我 不是说要谢我吗 这个谢礼不为难吧 天哪 你知道 Cas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啊 今天可是起巧节 那跟我们没啥关系啊 怎么会没关系呢 在天上男女一起过 Linda 游现的意思 这么好的机会 可不能错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喊什么啊 又不是没见过我有那么大件小怪吗 再说了 一睁眼看到我不应该高兴一点吗 下次再这样 我一定军阀处置 好啊 到时候啊 让你那个皇帝爹爹知道 他的宝贝儿子在军阴里面真的私藏了女子 这件事呢 一传十 十传百 传得整个天圣都知道了 到时候你父皇为了颜面 就不得不把我嫁给你了 少来这套 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陪我去看花灯 这里是军营 你以为是客栈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我是不要什么颜面 但是我不能为此 让我父皇丢了颜面 不然你以为 军营能困得住我 是我自己不想出去 要不然 我早去找小丫头了 可是今天是你们天生的奇巧节 是男女护许心愿的日子 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想去看看嘛 好啊 那我把令牌给你 你自己去不要去 我人生地不熟的我怎么知道去哪看呀 我找个人陪你去 叶星人 那我就穿上女装 在你们大营里面走一圈 我还说是你把我抢回来的 抢抢名女还欺负我 欺男霸女 我叶星人还真干过 也不怕再干点更浑的 你去啊 你这么去啊 好吧 这身衣服我穿得也够脏了 我觉得脱了也罢 你来真的呀 去不去 我来这里是反省的 如果我出去了肯定会被人发现 传到我父皇耳朵里 我是要被关禁闭的 我也有办法呀 你看我会不会还缺点什么 还缺朵云彩 小姐便是仙女下凡了 小姐今日定是天圣最出色的女子 大家都把彩灯挂到府内各处啊 是 是 显哥 主子 这外面的人过七桥节 连你也要在府里面张摆吗 主子心情不好 心许看看彩灯就会舒坦些 真是可惜 听彩莲说 云君主和三殿下去放行元灯了 这兜兜转转一圈 还让三殿下夺了先机 你往后不要再在背后议论他人 我不说 主子心里也会想啊 难道 如果真是无事可做 就去跟着上官学着收收账 打点生意 不要整天无所事事 想来今日最高等级的灯迷 一定会被三殿下抢走 献给郡主 这可是主子第一遭 被别人夺的彩头 你下去吧 是 哎呀 别动 再都弄弄乱了 头是弄弄乱了你知道吗你 你别乱动 特别好看哪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是不是特别佩服我啊 我把你踢回军营再抽你几十鞭子 然后让你滚回你的乐旗 哎呀 不要生气啊 生气我化的妆都白化了 我跟你说啊 就你这些装扮 在你皇帝爹爹面前 他都认不出你来呢 你别碰我 就是这个意思 待会儿就这样子啊 好了 待会儿就说 你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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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吧 你来啊 我来啊 你来啊 我来啊 让一下 来吧 大小姐 我们去找小丫头吧 好呀 月儿 人太多了 你要跟进我才好 这里是 这是齐小杰的传统 和心仪之人 一同在千佛树上绑上红带 便可结下姻缘 从此情意相投 我们缘分天定 即使走散了 也能再遇见 快点 磨蹭什么 借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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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们天圣齐小杰的 姻缘术啊 轻眼 叶姐姐 我们也一起找个红带 挂上去好不好 这是囚间姻缘呢 你们自己挂吧 那怎么行呢 你怎么能让我一个人挂啊 倒是第一次听说 两个女子挂红带的 是啊 你不管 你赔我们啊 放开 放开 叶倩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在 小丫头 你 是我 月儿 怎么了 没事儿 走吧 来 锦世子 锦世子 我可以把我的红带 与你的绑在一起吗 我没有红带 锦世子 什么意思啊 月儿 你以前来这里 都是很兴奋 为何今天如此安静 以前年纪小 看到什么都稀奇 现在长大了吧 来 带你去个地方 走 月儿 这曾经 是我们每年都一起做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没关系 忘了便忘了 只要你还在我身边 我们得能制造更多新的回忆 那月儿 把眼睛闭上 许个愿吧 许愿 嗯 我已经不知道 还有什么愿望可以许了 比如 祈祷早日恢复记忆 都很好 我 都不是 一个项目 都没什么 都没有 hot 他们在干嘛 他们是赶着去看花灯 这盏灯好漂亮啊 这可是灯魁 灯魁 我只听说过花魁 没想到还有灯魁 每年起小节啊 都会有一盏灯 作为灯钟魁首 若想赢得此灯啊 必须答对三道灯题才行 这灯这么漂亮 想必题目也肯定很难吧 这又何难 你若想要 我便帮你赢取 各位 今年的规矩很简单 有意抢夺花灯者 皆可相互出题 答对最后的第三题 最终胜者 便是今晚的泪煮 可带走这盏寓意 最吉祥的琉璃灯魁 各位 谁先出题 我来 都给我听好了 我这道题的迷面是 画石圆 写石方 有它暖 无它梁 打一个字 我猜 这是一个日子 玉宁 没错 就是日头的日 这秦府千金可真是不通凡响啊 是啊 不仅美貌超全 才华更是不容小觑啊 那我就来出第二题了 纸上浮云间 也是打一个字 绝寺 然后是不是 去字 这是一个去字 哦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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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娘 出得不错啊 这不是京城有名的 顽固之女云郡主吗 这云府的郡主 不是大字不识吗 今天是怎么了 能答对这秦小姐出的题 你没看见 她旁边有位公子吗 肯定啊 是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说得是啊 小姐答对了 这接下来的议题 是最后一题 今年花灯魁首 花落谁家 就见分晓 小姐 请出题 我出的这道题 答题者不仅要猜出谜底 还要到我身边来 亲口告诉 才能算赢 大家听好了 木暮跨于心 小和尚光头 古人作反文 凄惨无泪水 这四句话 分别代表四个字 小和尚光头 我给大家一炷香的时间 如若未解出 那这道题 就只能留到下一届了 这题也太难了 非得才华横溢的锦世子来了 好 才能解开 谁说不是呢 锦世子 您来了 锦世子来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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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妞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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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暮跨于心 此乃响字 小和尚光头 此乃你字 古人作反文 此乃作字 妻藏无泪水 则为妻子的妻 公子答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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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啊 这位小姐说了 要亲自在她的身边说出来 才算赢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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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做妻 这四个字说出来 就这么难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再为难景世子了 景世子 不如就将这花灯 送与这位姑娘 邀请她共赏这 烟花美景如何 渐渐用情断延长 趁你睡梦中 你归来我身旁 梦醒时分 爱恨平天悲凉 一而怪头远之痛 渐渐用情断延长 年年又不忘 温落花弹西洋 离去的彼岸 是我天堂 渐渐 千月 这瓶烟花当我送与你 一瞬随短暂 渝望 却能绚烂一生 容景 若你每年能送我 魁首花灯 余生 我便是截然一身 只厚着一夕光明 年年又不忘 为我花弹西洋 你去的彼岸是我的天堂 你走慢一点嘛 我快跟不上 你别跟着我 真是狗屁高耀 干吗那么生气 吃一口 吃什么吃啊 还有脸吃 都是因为你 害得我这样 不男不女的 还差点被发现 要是被父皇知道了 我想命就玩完了 既然娘子不喜欢 我帮你脱了这身衣服 便是了呀 你害不害臊啊 不 我告诉你 我以后再信你一次 我就自绝于天下 那正好呀 我带你逃回月旗 我们一起私奔 就算太阳从西边出来 你也别想称心如意 我 我 既然遇见了 就随 一起去看看这奇巧节吧 是 这奇巧节 果然是热闹非凡哪 此乃皇恩浩荡 恩泽天圣 这黎明百姓 才得以如此 惬意的生活 这祈巧节 原本是妇人 祈求至巧的日子 后却变成了 有情人相会的日子 和天下才子家人 想要偶遇的日子 戎爱卿 你以为如何呢 臣以为 这倒也是个 成双成对的好日子 是啊 多么好的日子 老了 销售不起了 陪朕去那边坐走吧 是 坐 走 玉妮 你知道吗 这奇巧节热闹着呢 对儿 那边有一家很好吃的点心铺 我带你去尝尝 不想去 你别跟着我 就在那边 刚刚穿绿衣服那个人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你别说啊 还真是有点面熟 在哪儿见过呢 可就是 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 天忆多年在外 回来后的第一个奇巧节 果然是和浅月丫头在一块儿 好 儿臣希望以后的每一个奇巧 都能陪月儿一起 好 月儿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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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那是个钱庄吧 是 这下可得损失不少银子啊 这年头钱庄都能爆炸 真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 那钱庄里边除了银钱 还能有什么 难不成是个私宝房 里边都是火药 要真是个私宝宝 那可是大罪 会不会是有人存心行刺 儿臣惶恐 想来还没有如此胆大妄为之人 让大理寺给我查 先从那家爆炸的钱庄查 儿臣凌迟 我去救了王爷 我去救了王爷 来 这是怎么了 这是 怎 怎么伤成这样啊 花灯街发生了爆炸 陛下也在 以后 我的宝贝孙女 你没事吧你 这闲了门了 爷这次又载到你这个黑心公主手里面 说谁黑心公主呢 天生男儿就是细皮嫩肉 好饿磨多姿啊 你少来 花灯会上 居然还有爆炸事件发生 这到底是谁干的 反正只要不是我们就好了 你刚刚说谁黑心公主呢 说你啊 怎么又推我啊你 这打你又怎么了 打不着 打不着 打不着是吗 黑心公主 你最厉害 你最美 来 你穿上 穿上 放手 我不穿 叶青人 我穿着眉你眉 你不穿上 别样子 你没事吧 郡主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伤势吧 我已经帮你看过了 受的只是些擦伤 你休养些时日便可痊愈 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郡主救了我 于我而言 也算是有一个恩情 在下 必须要尽些心意才好 恩情 既然郡主醒了 在下就告辞了 站住 我这个人 不喜欢别人欠我的 也不喜欢欠别人的 你救过我一命 如今算是一命抵一命 我们算是两清了 从此两不相欠 如此便好 既然两不相欠 不如两不相见 没有不相欠 总是在这儿 我们相欠的 岳于哪儿 我们都能据 我们相欠的 他就没有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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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不见了 造势吗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若是把握不住好时机 又怎会让陛下疑心呢 这次险些波及了陛下 如果真是那样 这就是弑君之罪 你明白吗 我们都知道 这个钱庄 是桑皇子叶天毅的秘密产业 他借此囤积钱财 此番爆炸在陛下眼前发生 让他避而不及 只要陛下肯查 就一定可以发现 叶天毅的狼子野心 险中求胜 老夫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 可也不能 把别人的性命也牵扯进来 一将功成万古枯 冒这个险 即使搭上了我的性命 我也会毫不犹豫 否则 相爷就不会屈尊 来求我做这些事情了 这事儿 现在有几成把握 根据当初 相爷告诉我的钱庄底细 我已查到了些证据 剩下的 就看相爷如何上达天厅了 老二 庄底细 大队了 我希望你会尽快 些人 我行 你的 银行 我行 书 岗童 她说 我们来 这些本人 告诉我 自己 这些证童 都可你死我活 是 陛下 这湘雅驹表面上是正经生意 实则是一间地下钱庄 甲壁便由此大量地流入市井 品质极高 恐非常人可以染指啊 神通广大呀 一手遮天瞒天过海这么久 臣查到此钱庄还有很多家分店 经常由一男子搭理 何人 此人乃江湖中人 收人钱财 与人卖命 江湖中人 区区一个江湖势力 怕是还不敢如此大动干戈吧 秦相是一有所指 微臣不敢 只是有人曾经看到三殿下 初入过象雅驹 象雅驹是开门做生意的 谁都可以去 去过并不能够代表什么 再查 是 把老三给我叫来 是 儿臣参见父皇 前几日 朕让你查的那个爆炸案 怎么样了 儿臣还在调查 但敢在内城策划此事的人 一定不容小觑 你知不知道那家钱庄 是专门制造假币的贼窝呀 儿臣确实不知情 朕难得一次微服司法 知道朕行踪的人也就那么几个 可偏偏就发生了爆炸了 义儿啊 你想 想要朕性命的人 会不会是朕身边的人呢 父皇放心 儿臣一定会彻查此事 将这个贼子揪出来 你刚刚回天圣 做事更需要格外地谨慎 这朝中看似风平朗静 实则暗潮涌动 明白吗 退下吧 朕也罚了 是 儿臣告退 得也罚了 躲啊 这场爆炸烧得我实在不甘心 为什么会爆炸 难道是齐小节烟花所致 兰衣已经勘查过了 里面有火药的痕迹 这爆炸案 根本就是有人故意为之 殿下 如今朝堂风向 我们务必要低调行事 暂不可轻举妄动 依我之间 我们还是要查清幕后之人 才好见机行事 父皇只怕已经怀疑我了 殿下不必担心 皇上面前一定是有人进了谗言 钱庄的事本与我们就无关 一定叛彻不到殿下您 话是这么说 可父皇好不容易信任于我 才让我坚固 现在父皇心中一旦生疑 也不知是被哪路人盯上了 抢先烧了钱庄不说 还平白惹来父皇猜忌 真是腹背受敌 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动静 殿下以为会是谁呢 王爷觉得呢 殿下有没有想过 此事一出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钱庄的是二哥也知情 他定是不可能的 能在父皇面前陷害我 难道是那个吊儿郎当的老四 表面什么样 那是做给外人看的 这爆炸案一出 唯独不在城内的就是四殿下 而且仗着在营内 把事情撇得干干净净的 也是他 属下失职 请殿下出发 发生了何事如此慌张 回王爷 湘雅军押送小营的人半路被劫持 属下点人赶到的时候 已经全部被灭口 什么 劫道的是谁 应该是四殿下的人 果然是他 平日里看着云淡风轻 暗殿里早就部署了这么多 我早就说过 人不可貌相 殿下 现在正好有个机会 可以让皇上的猜疑 转到四殿下身上 父王 父王 您知道吗 这次一定不会错了 如此浮躁 成何体统 三殿下 这次四殿下的军中藏匿女子的罪名 一定是保不掉了 封锁全部出口 任何人不得离开 是 四殿下呢 小声点 四殿下才刚睡着 本王在问你话 三殿下 拓拔公主 为哼 谁呀这么吵啊 三哥 好